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再来讲一讲 今年最为火爆的Netflix剧集 Emily in Paris 艾米丽在巴黎 上一期啊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呢 做了一期观后感 而作为一部时尚剧集呢 偏重眼花缭乱的时尚造型啊 讨论度呢更是火热 所以啊我觉得呢 非常有必要从时尚穿搭的角度呢 再来帮大家解读一下 顺便呢还可以帮大家浇浇冷水拍拍了 当然啊 首先呢这里还是要给没有看过剧的小伙伴们呢 做个简单的剧情介绍 如果从时尚的角度出发呢 整部剧啊就可以简单粗暴的更名为 美国土牛在巴黎 故事梗概呢 就是艾米丽啊离开芝加哥去巴黎工作 穿着昂贵而又奇怪的衣服 结识了一些同样穿着昂贵 但又不太奇怪的衣服的当地人的故事 完了 当然了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非常隆重的介绍一家本剧的造型师 也就是好莱坞非常著名的金牌造型师 今年啊已经78岁高龄的 可能有些朋友对她的名字呢并不太熟悉啊 但是呢她参与造型的电视剧和电影呢 已肯定奔罗生 其中呢就有影响无数人的时尚启蒙宝典 欲望都市和穿Prada的奔罗 而且啊 欲望都市的这座人 所以两人时隔多年以后啊 这次合作呢 是否能够再次续写20多年前的辉煌呢 这期啊我就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我对这部剧造型的一些分析和一些看法 就像我们平时在穿搭时的话 最重要呢就是一定要找准自己的风格 一部剧的造型呢其实也是一样的 成功的关键啊就是 是否能够抓住角色人物的特性 在这一点上呢 大事啊不愧为大事啊 Patricia Field呢 总是能够非常精准的抓住 演员和角色的共同特点 并且呢能随着剧情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 做出一些非常贴切的调整 就像Sex and City里面的Carrie Brasho呢 就是最成功的例子 不过也正是有诸遇在前 所以我们对Emily呢也会更加的期待 Emily的扮演者Lily Collins的身材啊 是属于比较娇小可爱的 长相呢也非常甜美可人 可以说是走甜姐儿路线 所以呢在剧里啊 她的整体穿搭呢 是比较偏青春靓丽的风格 造型啊都以短裙短裤为主 整体色彩搭配上呢基本上也都是明亮鲜艳的色调 而作为美国女孩儿出创时尚之都巴黎啊 再加上呢是在时尚行业的工作背景 所以在她身上呢就会出现美式风格和一些法式时尚元素的强烈碰撞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最后呈现的效果呢 确实是有点差强的 其实在Emily来巴黎之前的几套穿搭呢 我都觉得还算正常啊 整体呢不会有特别突兀的地方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美式风格 而她到了巴黎之后呢 那个画风啊就瞬间走平 她第一个非常辣眼睛的look呢 就是出现在她刚到巴黎办事出报道的时候 尤其是那件把整个巴黎铁塔印在上面的衬衫 还有写满巴黎字样 带有法国国旗的那双鞋子 这些单品呢真的可以说是刷新了我对旅游纪念品的定位 感觉这一套下来就差配一些I love Paris的文化衫 当然了除了这些非常明显的游客元素啊 在Emily身上呢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对法式穿搭的刻板印象 比如说那几件印花的连衣裙 还有各种格子期盘元素的单品 更避免不了的呢就是我认为最为cliché的贝蕾帽 这里呢我一定要重点说一下Emily的帽子 我真的觉得无论她戴哪种帽子啊 经常会给我有一种那种画舌天足啊 强行时尚的感觉 而作为造型师呢 Batrisa Field呢对Chanel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这在她之前的作品里呢就可见一百 尤其呢是在穿Prada的恶魔里啊 像安妮海色威扮演的Andy的造型呢 她更是把小香风呢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很多look呢放到现在我都还觉得是非常经典和时髦的 而在这部剧里呢 Chanel也几乎是承包了Emily80%的衣柜 从帽子到包到丝巾 从上衣裙子到外套 很多时候呢甚至啊是整套的搭配 我们且不说Andy的工资呢是否能负担得起 就单从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来说 我真的觉得她是把Chanel穿的最补衫的 这里啊我不得不提这一套的效果 然后这一套它里面的裙子呢是搭配了Batrisa Field的自己品牌的裙子 瞬间呢把整个价值1万欧的造型呢拉成了估计淘宝300人民币 而除了Chanel之外呢 片中第二个频率出现最高的牌子呢就是Christian Louboutin 而这个是因为啊这个牌子呢是Emily扮演者Lily Collins呢 个人非常喜欢的牌子 所以在片中呢无论什么时候还有任何场合 你几乎呢都会看到Emily啊穿着十几厘米的高跟鞋 在到处怕爬走 众所周知呢Christian Louboutin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高跟红顶肩头 虽然都很好看很有气场 但是呢真的每双都是超级烈角 如果只是参加宴会呢也就算了 但是Emily啊就连日常上班购物都在穿 嗯我之前就有说过巴黎的街道呢真的是全世界最不适合穿高跟鞋的 像现实中这样的高跟鞋真的是可以分分钟把女人 当然了Emily穿的大牌呢远远不止这些 Kenzel Fendi Gial还有Jean Bourgoutier Moschino Mark Jacob's Versace Off-White等等等等大牌啊都出现在了Emily价值不菲的一堆 而为了突出时尚感呢设计师啊在Emily穿刀中呢也会加一些非常 新进的设计师品牌就像一些风格非常强烈的个性单品啊其实说实话这些单品如果搭配一些稍微低调一些的 基本单品啊随随便便啊都可以穿的很好看同时呢又非常有特点 但是明显呢造型师啊是想要更多的展现出它的搭配功力于是最后出来的效果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明显的用意过门 而就是太多的重点啊让人无处下眼啊这个问题呢更是体现在整体的色彩的搭配上尤其这一期看下来其中有一套穿搭呢更是让我用一个颜色直接锁死了Emily 啊就是这一套 慘王八逼分啊这一套真的是就算啊有了Lily Collins的神眼呢啊也很难拯救我 它对我造成的内情创伤哦在Emily身上呢哦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让我非常匪夷所思的那种色彩搭配 几乎很多造型呢都是那种大面积的亮色铜色系哦然后呢再叠加上一些壮色的搭配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不合系 而且更让我费解的是就连在材质和图案的搭配也是看上去似乎毫无账法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哦人家就是混搭你不能了解这种混搭大师搭出来的效果啊 呃像这种混搭说实话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煮了一锅大杂烩而且什么东西都往后面放也不管它好不好吃 我觉得我一个朋友呢形容的特别准确就是当你如此用力的去追求时尚时你就会变得过时 这就是我在Amy的造型上呢感受到啊Batricia的力不曾经 啊其实呢剧中Amy的造型呢也不能说完全的没有可取之处啊差不多呢有几套啊其实明显比较收敛的穿搭呢 也出来的效果呢反倒啊是不错的啊而且啊我发现这些单品呢反倒啊就是一些啊大家都能负担得起的 像Marge、Sandor还有Coopers啊等一些中等轻奢的品牌啊还有呢像Zara、Mongo、Asos啊等一些评价快时尚的牌子 像这几套出来的效果呢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很和谐但是呢又同时保留了人物的个性和特点 而片中呢Amy其实啊也有几套呢是作为致敬的造型啊几乎啊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的 像这一套呢宴会的纱裙啊就是明显致敬了欲望都市里Carrie的那一套 还有一套呢是在巴黎歌剧院的那一套就是致敬了奥代理赫本啊在Phony Face里面的造型 Lily Collins真的和赫本啊本身非常像 所以这个造型呢就超级符合她的气质 总的来说呢在Amy的身上啊其实我更多的是感受到了造型是对美式传达的高级 虽然有几套呢是挽救了口碑但是整体上我认为是不好的 当然啦全剧呢除了Emily之外呢其他的女性角色啊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穿衣风格 而其中我认为最需要吐槽的就是她的闺蜜啊就是片中的受版贾琳Mindy 我真的觉得挺像的 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啊片中呢对她的刻画是多么体现了美国人对其他文化的盲目和无知了 我仅仅呢从造型来说 她有很多个造型呢是让我非常难以接受的 首先呢作为一个中国女孩的人物设定啊 虽然呢早年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啊 但是呢中国人穿衣服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含蓄的 好几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暴露和低俗 甚至呢让我仿佛看到了巴黎的战阶女 我敢保证如果一个女生呢穿成这样走在Huy Sandini呢 肯定分分钟被问家的 说实话作为中国女生呢我真的是感觉啊有被冒犯到 今天整个片子呢片中的造型啊也不是所有都是失败的 像剧中两个法国女生的造型呢我觉得啊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像片中Angie的女上司呢就完全是穿Prada恶魔中女上司的法国版 几乎是一样刻薄的成功独立单身女性 所以我们能看到她的造型呢就是非常干练和成熟的 不过呢会稍微加了一些啊法国女人特有的法式性感 所以她造型色彩的搭配呢基本上都是非常法国的黑色啊灰色啊 橄榄绿啊等一些低调的颜色 但是呢同时也透露着一些侵略性 所以她身上的牌子呢也是非常符合的 像Ricky Owens啊等追求衣服轮廓的极简主义风格 索佩戴的首饰啊也都是那种比较大的夸张的首饰 超级符合啊她那种独断专型的那种个性 但同时呢有几套造型呢却有恰到好处的展现了 她作为法国女人非常风情性感的一面 尤其是那套Alexandre Votier的绿色的裙子 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个人真的是超级喜欢 而另外一个法国女生啊 Gamia呢我觉得更是非常的生活化 她的穿衣风格就是非常标准的巴西安 Chic 巴黎优雅风 关于她的造型呢 Patricia Field在之前的采访中啊就有提到 她也是参考了Galina的Makehead造型 她呢是我一个个人非常喜欢的法国fashion icon 所以在Gamia身上的一些单品呢 在日常的巴黎街头啊 我们会在很多女生上呢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像Marge 还有Borlennon的包 还有黑色的机车夹克 还有oversize的西装外套 牛仔衣等等等等 她们基本上都是法式穿搭的基本单品 所以呢那些喜欢法式穿搭的朋友啊 就完全可以copy她身上的造型 而且相比Emily穿的那些贵的要死的奢侈品牌呢 Gamia所穿的牌子啊 基本上都是像Marsh Topshop Ossence啊等一些平价的品牌 几乎呢所有人啊都能够负担得起 这里我一定要说一下 同样是戴帽子 相对于Emily来说 Gamia她的穿搭呢 再加上帽子呢就非常的和谐 像她戴的这种皮的贝蕾帽 还有这种抱筒帽呢 我认为才是当下最应该购入的最硬的款式 不过不管是否喜欢这部剧的带货能力啊 都是空前的 像剧网站啊Stylight统计呢 自本剧上线以来啊 Chanel的销售营业额啊一下子呢就提高了30% 剧中呢出现的所有单品啊也几乎都是快速断货 看来最好的影响呢不是100%的契合 而是制造话题和曝光度 这里呢不得不承认啊Darren Starr的剧呢 在带货能力上真的是从来没有被超越 总之呢希望呢第二剧啊它的内容呢能够更精彩 在造型上呢也能够有所突破 有更多Wearable Affordable的造型 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爱你们 Salut